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在上一部分当中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在抗战后期,那么中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种特殊关系并没有真正维持到二战以后 在二战期间就被不断的削弱,甚至破坏 那么,这样的特殊关系,我们有同学说 不是说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还扶持中国吗 咱们不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吗 大家注意,我们就算在安理会里边待着 我们也是个跛脚的强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一般的官方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抗日战争是完全胜利了 这个再不胜呢,真的咱们就再找不到完全胜利的例子了 可是抗日战争也给中国后来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这些遗憾其实跟美国也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说一下 中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逆转 乃至最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 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 首先第一件事情 中国在美国战后规划当中地位下降 我们前面刚说 罗斯福规划了二战以后 中国在整个美国所布置的远东格局里边 居于什么什么样的地位 可是问题在于啊 蒋介石政府并不给力 那么造成了这样一个设计好的格局出了问题 那你中国你要想保持你有这个实力 第一你得强大呀 那么强大有个前提你要统一呀 那么一方面呢 罗斯福以至于后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的设计是中国强大而统一 另外一个呢 由于美国基层的这些工作人员 和当时美国在华的两巨头 军事威德迈 政治赫尔利 这两个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分歧 最后以赫尔利威德迈取胜而告终 那么美国官方的政策 完全跑到了扶蒋反共这条线上来 那这样一来呢 又只能扶持这个蒋介石 不能支持别的 一方面得让中国强大 另一方面呢 蒋介石又不给力 可是你又不支持他不行 这样美国就只得渐渐的产生一些别的想法 那么能不能不借助中国的力量 那么这个想法 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发生在玉香桂会战当中 玉香桂会战 日本称之为一号作战 时间1944年年初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败 没有办法挽回败局了 怎么办 日本决定 那么打通 从本土经过对马海峡 到朝鲜 再从朝鲜到中国东北 当时被称为满洲国 那么从满洲国这过路 再向中国大陆 延伸到东南亚 那么可以说 要打通从山海关 到广州的铁路 这个想法当时看起来蛮疯狂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想法很疯狂的 当时呢 日本从山海关到广州的铁路 主要不通的这么几个地方 一个是河南 由于38年中国抗战时期 采取过到今天我们说颇为争议的一件事情 叫做以水带冰 花园口决堤 因为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花园口决堤的问题 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展开 但是因为花园口决堤 这件事情它还是造成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后果 比如说日本在六年的时间内 一直被阻挡在黄泛区以东 那么日本方面呢 没能够控制河南整个地区 或者说河南的主要地区 所以玉香桂第一仗就打在河南这儿 那么日本实际上控制了黄河以北 黄泛区以东 另外呢 武汉出发的日军呢 它的位置到信阳这个位置 那么河南中间这是一段断头路 第二个要打击的目标呢 叫湘就是湖南 之前三次长沙会战 特别是我们讲第三次长沙会战 刚好跟日本在东南亚取得的胜利 还正好形成了一个对照 三次长沙会战 我们损失很大 但是总的来讲保住了长沙 整个湖南省只有北部地区被日本占领了 南部大片地区仍然在我们手里 第三个方向叫跪 那么日军在占领海南岛的前后 曾经进攻过广西 但是当时并不把广西作为主要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日本如果控制了湖南以后 接下来跟印度支那 也就是今天越南 我们说越南北部地区 跟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相连接 那么必须要经过广西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用三个省的简称叫 玉香贵会战 河南湖南广西 这么三个地方 那么日本这么做 实际上要解决在南洋孤军的困难境地 可是这里边我们看啊 也有他想的不周的地方 第一 能迅速取得胜利吗 现在我们看来 日本在河南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湖南 广西 虽然都占领了这几个省的大部 甚至占领了贵州的一部分 可以说这是日本在全面侵华以后 又一次的重大胜利 这样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辉煌的这样一个胜利 但是花费的时间呢 就算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个1944年也可以说过去一大半了 太平洋战场上只能是更加恶化 南洋的孤军更加势单力薄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第二个 从空间跟技术条件上想 就算中国军队一枪都不放 把所有的交通线全都让给日本 日本顺利接收 真的就有效果吗 当时来讲运输能力啊 实际上受到限制的 你要从日本本土调兵 经过相对比较安全对马海峡 到朝鲜 再到中国东北转上一圈 再走这条铁路 山海关到广州 时间很长 不像今天咱们说高铁 一会儿说到就到了 那个时候没有这技术条件 运输这方面很困难 再有一个 你要再往南的话 那运输也受到限制 你要说相对进入到这个越南境内 还是比较快的 可是你接着往南 到泰国呀 柬埔寨呀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 到今天的新加坡 印尼还是需要很长时间 那么条件运输能力受到诸多的限制 所以说呢 日本这么做 在我看来啊 也是四四年困境很大 东南亚困难很多 海军已经没有办法 再从美军手里夺回这个 制海权 制空权了 所以才想了这么一招 说陆军还很强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从调动军队的角度来看 长线调动难度很大 最有可能的 是把中国的派遣军调动过去 那么一个通过这一仗 把国民政府打崩溃了 那最好 投降这个可能性不大 美国参战以后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可以说对谷投降这方面 放弃想法 没有什么这个 没有这个意思 去想这些事情 那么 从中国调一些军队到东南亚去 这还算比较现实的 能做得到的 那么战争的结果呢 日本 费了很长时间 总算实现了预想归战争 那我们一直在讲日本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 全世界都处于战争 节节胜利的状况 意大利那边 摩索里尼政权已经垮了 之后虽然被德国人救走 那只是个傀儡政权 那意大利已经宣布反正了 日本在太平洋节节失败 苏联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那么44年 还有盟国的诺曼底登陆 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 那可以说就是你中国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又一次出现了大溃败 那么这次溃败 从客观上讲 可以说日本孤注一掷 你站在中国角度看 日本孤注一掷 非打赢不可 那么从主观角度上讲 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 有密切的关系 精兵强将调到缅甸 反攻缅甸做准备 没想到日本突如其来的 跟中国相识了好几年 每年不过一两个大的战役 现在集中打了这么一仗 完全出乎蒋的意料 那么发动这场战争 那么蒋实力不足 底下的部队呢 跟老百姓关系做的又不好 你像在河南 汤恩伯部 那简直要被河南人民骂死 对汤恩伯部深恶痛绝 那么蒋政权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始终处理不好 那么进攻湖南的时候 是曾经有方先爵 坚守衡阳 包括后来的这个 桂林到柳州到南宁 也进行了若干的抵抗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抵抗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 还是显得薄弱了一些 而且全世界都打胜仗 就你中国大败仗 有点太丢人了 那么这一败 对美国来讲 对于中国 看的不是那么重 觉得你自己国土都保全不了 将来指望着中国 反攻日本 那有多大难度 你收复国土都很难 那么美军就要考虑了 要不要派出一些部队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登陆 原来有这个计划 现在看登陆恐怕 美军损失也很大 中国军队简直是 这个队友不行 今天我们讲话是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讲政权这么做 实际上就给人家一种猪一样队友的印象 太弱了 军事上出现这样的问题 政治上呢 政治上 国民党方面始终解决不了中共这个问题 虽然扶蒋反共 但实际上 这个 美国方面 还是希望啊 不要太这个什么了 跟中共关系弄得太僵 希望蒋政权能够集中力量 对抗日本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 美国就想抑制住蒋政权这样的事情 在晚南事变当中 美国特使 居里 就曾经警告 蒋政权 不要借机打内战 那么再给日本造成可乘之机 不希望中国闹分裂 虽然说赫尔利威的卖 支持 蒋介石政权 就扶蒋反共 但是 不见得像蒋想的那样 就想跟共产党大打出手 而蒋呢 为了反共把很多精锐力量藏起来 郁香贵的失败 一方面源自于说这个蒋 想法把部队调到缅甸 准备缅甸反共 那么另外和他等胜利 胜利以后集中力量搅供 有密切的关系 不能损耗力量 保持实力 保持住了以后 等到战争 日本一投降 战争一结束 好好打中共去 那么 国民政府的等胜利心情绪 要对这次失败负责任 所以怎么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呢 这个等胜利 政治解决共产党解决不了 军事上呢 把力量又集中起来 等着战后跟共产党大打 那么能不影响 对付日本作战的格局吗 所以这方面是有关联的 美国对这个是不满意的 可以说政治上 军事上 美国对此不满意 对外关系上 还有一些美国不满意的事件 那么为了保存实力 那么蒋 甚至在探索跟日本单独沟河 注意这可是犯大忌的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联合了苏联 英国和中国等26个国家 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 一般我们也认为 联合国的雏形就在这 那么提出的要求是 不与敌人单独沟河 就是说呀 避免敌人 说两面受敌的情况下 跟其中一面沟河了 同住手来对付另一面 我们不单独跟敌人沟河 不单独退出战争 可是现在看来1944年以后 蒋介石跟日本方面 还是有一些秘密接触 那么这样的秘密接触 表现在极致 这个人物叫做妙斌 那妙斌 跟日本方面接洽 说他是这个 国民党潜伏在 当时汪伟政府里边的分子 那么跑到日本去 跟日本谈谈条件 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这个妙斌 甚至觉得自己啊 大摇大摆的有功之臣 那我是执行这个蒋委员长任务去了 跟日本关系好 我是地下人员 想的不错 可是妙斌却被神秘的逮捕 并且又非常蹊跷的处死 原因何在 蒋政权这个时候跟日本沟河 那显然是不跟美国打招呼的 那蒋政权的想法是 跟日本及早实现沟河 让日本能够把一些地方交还给蒋 那么蒋呢 对日本更宽松一些 蒋还是要腾出手来 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我们可以看啊 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丧心病狂到一定程度了 那这 现在没有材料证明 说美国已经说要确切的 对这个事情啊 提出了什么批评 但是 以美国的情报来看 我们也不好排除这件事 特别是二战以后 妙斌以神秘的方式被处死 封口 显然是避免这件事情 被更多的人知道 那妙斌本以为 自己能活得下来还是功臣 可以说这几个方面 在当时传递的信号 美国认为蒋政权不行 靠不住 好了 一旦蒋政权靠不住 那么中国在美国战后的棋盘当中 这个规划格局就要出问题 那么出什么问题呢 首先 你中国不能配合对日本的进攻 甚至你中国的国土还需要别人来 解放 找谁呢 那只有找苏联 美军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太平洋主导争夺 到后来挖跳式的 跳岛作战 那么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把亡命之徒的这个情况打到最后一刻 那么美国确实担心损失太大 美国方面损失非常大 怎么办 你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损失 减少美国方面损失 那中国指望不上了怎么办 美国就去找苏联 这也导致了直接的恶果 就是中国地位下降 美国去找苏联 苏联趁机 就开始要价 漫天要价 而美国却没有坐地还钱 为什么苏联要的是中国 而不是他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说第二件事情 抗战后期对中国的非常损害大的两件事情 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同盟条约 那么美国要跟苏联英国确定一个 二战以后瓜分世界的秩序 那这个任务 到了这个苏联的雅尔塔 克里米亚地区去谈判去 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一次出远门 跑去谈判去了 那么这个斯大林 在这次会议上 针对美国提出来的 希望苏联能够出兵 打击日本 当时苏联跟日本还中立着呢 希望苏联出兵 斯大林看到代价而沽 机会来了 开始开出了非常复杂的条件 那么这个内容规定在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当中 在秘密协定当中 苏联不光是想把这些东西拿回来 当年失去的一些权益拿回来 甚至还有所扩大 而且还借了个名头 说日本自1904年 被信弃义进攻 所造成的俄国权益的损失 我们想想 那时候是沙皇俄国呀 你们这不是苏联吗 你们推翻的沙俄呀 你怎么走沙俄的老路呢 难怪这么做呀 真的让全世界对苏联抱有幻想的人应该清醒一下 那提了哪些要求呢 主要是这么几个 当年铁路拿回来 不但要拿回来 还要把这个铁路扩大 扩大到从满洲里经过哈尔滨到隋分河 加上哈尔滨到长春 这苏联已经没有任何法理权利了 你不是卖给满洲国了吗 你现在怎么还往回要 不光要这个长春以南直到大连 旅顺 这条铁路也要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都要的话 你看我们看一横一竖 这几条铁路 在苏联看来它都要 它还要一个不动党 军港为旅顺港 商业港口大连 旅顺大连归它 铁路归它 那么在东北地区 要维持一个特殊权益 这其中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关于外蒙古 那么外蒙古 本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 陷害革命以后 与中国内地若寄若离 如果不是沙俄 乃至后来的苏俄 苏联在背后插手的话 那么外蒙古问题 不至于弄得后来那么严重 1924年 这个外蒙古方面宣布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显然是 苏联在背后有意为止 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个事情并没有得到 中国政府的承认 中华民国仍然宣称 对外蒙古有宗主权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斯大林先是 在雅尔塔协定上提出来 外蒙古情况蓄意维持 后来又进一步的提到 要外蒙古独立 那么我们看到 雅尔塔协定上 双方 美国跟苏联 拿着不属于这两个国家 任何一国的权益 做了交易 再一次把中国给出卖了 那么中国地位下降 美国才要这么做 紧接着 苏联就开始酝酿 把这些东西兑现 雅尔塔会议中国没去 秘密协定也不告诉中国 美国一直到 罗斯布总统死后 杜鲁门总统上任 说知道有这个东西 才逐步的把内容 一点一点的透露给中国 试探一下中国的反应 但是并不是想修改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 美速达成协议的不可改 因为这里边不光是远东 还有欧洲的很多条件 改了这一个 整个都得改 不能改 那么中国可以说非常被动 一直到这一年的七月份 那么苏联提议 跟中国签一个同盟条约 希望中国派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一趟 中国被迫 去到苏联 去跟苏联谈这个条约去 苏联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向外蒙古 维持现状 变成了外蒙古独立 像 在东北地区的铁路 那么 交友苏联 苏联在这里边变成了 根本不设期限 那你就没头了 其实 早在1924年 苏联政府 跟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的北洋政府 就有过协议的 解决悬案大纲当中 就已经提到了 这个铁路的问题 是属于中国 因为 俄国曾经投资兴建 那么中国呢 要备款赎回 现在呢 备款赎回这一件事 也不提了 那么港口的使用权 这一块 也越来越像旧市的 在屡大的租借 这样看起来呢 这个苏联 种种的劣迹行为 在这个时期 开始表现出来了 那么美国 在从旁 就是希望中国 跟他签约 那么遵守 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上 背着中国 许给苏联这些东西 国民政府呢 起初 表现的 不是很愿意签约 可是后来两个因素 促使了国民政府 非签不可 一个 是共产党问题 开始越来越严重 还是考虑 反共的事 那么如果说 跟苏联 达成了 同盟条约以后 苏联表态 支持国民政府 不支持共产党 好 就得让共产党 觉得爹不亲 娘不爱 谁也不管他 这是出于 内部斗争的考虑 第二 苏联 跟美国达成协议 苏联承诺 对德国作战 三个月之内 就将参与对日作战 他不来 放在东北的 七十多万的关东军 没有办法去消灭 而苏联 一旦对日本宣战以后 麻烦事就来了 没有条约 那苏联可能 更加放手行动 大量的掠夺中国资产 不说 还有可能 放共产党 进入东北 这样一来呢 问题就出现了 讲这时政权 急着跟苏联签运 签吧 那么 这样的条约 可以说 对中国造成了 重大损害 我们到讲苏联的时候 还要再讲到这个 有这样的条约在 我们前边说 废除和帝国主义的 一些特权 我们前面提到说 我们是完全胜利 真的要大打折扣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 如果中国真的有实力 能够配合美国的 远东战略的话 那么美国也不见得 非要这样选 因为毕竟 美国还是非常顾忌 苏联在东北亚地区 扩张自己权益 那么这是叫 亚尔塔协定 和中苏同盟条约 同时我们看一看 第三个部分 对日本的战略 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美国跟日本 因为没有外交关系 双方只是 各自在办公室里面开会 规划 对于对方的政策 日本方面 大东亚共同圈 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很明确的 因为这个失败了 咱们不说 美国方面 对付日本 美国想到的 可以说在逐步的方宽 最初也希望肢解日本 降低日本的生活水平 让日本给其他国家赔偿 那么当时 悬而未决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天皇制 那么最后 美国支持保留天皇制的人 开始越来越多 当时中国的蒋介石政权 也希望日本稳定 防止日本发生赤色革命 也提出来 说这个 也提出来 要日本保留天皇制 那么最后天皇制的问题 实际上解决了 那美国虽然要求日本 就无条件投降 必须接受波斯坦公告 无条件投降 实际上日本是带着条件投降 也就是说 这个天皇制保留下来 那么随着后来 中国在美国棋盘地位上的 逐步下降 那么美国总要扶植一个 远东地区的国家呀 好来对抗苏联呢 那么美国就往目光转向了日本 美国在处理二战战 在日本赔偿的问题上 越来越宽松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 越来越放松 二战问题上 我们今天知道 放走了大批的日本战犯 最后很多案子草草结案 到今天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很大 和当年美国清算的不彻底 密切的关系 清算清算不到位 那么赔偿 赔偿问题 在这个47年48年 还略微有一些赔偿 到1949年赔偿就完全停止 美国不希望把日本搞得太弱 那么等到1950年 那么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甚至直接就把日本 作为美国后方的基地 一方面是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拿着日本作为美军的 提供军需品的基地 那么日本经济得以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当然后边这些事是二战以后的事 已经不是咱们研究范围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从最初的严厉制裁日本 把这个军国主义国家 彻底消灭 至少让它变得很弱 从这种想法逐步逐步倒退 到最后甚至扶植日本 美日同盟 到了这个程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问题啊 背后的根源 其实还在于美国 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战争期间帮不了美国的忙 战后国共问题上 仍然得不到解决 长期限于内战 并且最终呢 在内战中失败 败逃台湾 那么美国觉得 中国国民党方面 越来越缺少利用价值 越来越配合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或者咱不说全球吧 最起码远东地区你就配合不了 这也是我们说中美关系 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 那好了 这个转变 一直在渐进式的进行 那到什么时候 真正完成的呢 或者说 重大的逆转发生在什么时期呢 可以说有这么两个阶段 一个 美国最初 还是扶持国民党 对国民党方面 还是比较信心的 但是在内战当中出了问题 1947年 国民党在内战当中 共产党开始转入反攻了 国民党节节败退 这种情况下 美国自然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到1948年援华法案 那已经讨论起来非常困难了 国民党政府很难再拿到美国援助了 这是一个节点 另外一个关键的节点 就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 使得美国最后的战略决心 做了调整 那么与中国在二战期间 最后的那么一点点 同盟关系也正式的结束了 那么后边的内容 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时间段 我们可以说 从特殊关系 下降到当成一个一般的伙伴 同时呢 还把你的权益出卖给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再往后 连普通关系觉得都没必要了 甚至两国走向对抗 可以说这是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历史 也就是说二战以后的很多事情 在二战当中 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当中 就能够找到一些苗头 那么这是我们研究历史问题的一个 有益的帮助 好了 最后这战争四年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 到日本正式投降这四年 我们有哪些值得总结的 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呢 我们最后一部分 跟大家再聊这个问题 好 这一部分 关于美国与中国之间 这种特殊关系 发生变化 甚至逆转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